第九十一章 击杀猎鹰 什么 炸弹 成军一听 脸色顿时就变了 这混蛋好阴险 他是想害死我们 叶兄弟那些炸弹在什么位置 你们跟我来 随后 叶寒带领着成军等人 来到装置炸弹的位置 看到这已经装置好的炸弹 安全局的人脸上顿时流下了冷汗 这种炸弹是军用炸弹 爆炸力惊人 如果刚才叶寒没有阻止他们的话 结果就算抓住了猎鹰 他们只怕也会给他陪葬 想到这里 安全局的人看叶寒的眼神中 都带着一丝感激 同时也有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敬佩 叶寒的年龄虽然比他们小 但论实力和其他方面 都要比他们这些精锐强多了 屋子的周围 一共安放了三颗炸弹 但好在这些炸弹都是在屋子外面 所以十分钟后 成军等人已经将这三颗炸弹拆除了 炸弹拆除的那一刻 叶寒和成军两人一前一后冲进了屋子 叶猫等人在外面防止猎鹰逃跑 哗啦一声震响 叶寒和成军破窗而入 成军 果然是你们 你们的鼻子简直跟狗一样灵 猎鹰见到叶寒和成军冲了进来 他的神色一变 拔出宝剑暴跳而起 一道寒光闪烁着无情的剑花 这一剑完全将成军笼罩住 杀机凛然 成军单手握住钢刀 大喝一声 阵阵刀芒撕破了剑芒 两人在这狭小的屋子里面 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不过叶寒也没有闲着 瞄准机会 他一刀劈向猎鹰的后背 这一刀又快又狠 猎鹰感觉到身后叶寒攻击过来 他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硬生生地承受成军一刀之后 他就得一滚 十分狼狈地躲开了叶寒这一刀 小小年纪就已经是赔援之境 安全局什么时候有了你这么一个高手 猎鹰站起来 看着一左一右 将他包围在中间的叶寒和成军 脸上的神色十分难看 两个赔援之境的高手 他今天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想到此他不着痕迹地拿出了引爆器 这将是他最后的底牌 叶寒冷然道 我可不是你们安全局的人 不过对于你这种通敌叛国之人 我生平最恨 受死吧 说完 叶寒持刀猛然扑向猎鹰 手中的刀是忽上忽下 攻击的猎鹰连连后退 那勇猛的攻击就如同万军之中的将军一样 所向披靡 成军这时大喝一声 身体拔地而起 手中的钢刀悍然斩下 猎鹰 看刀 正在和叶寒交手的猎鹰一惊 急忙转过去 抵挡成军斩下的刀芒 两人对碰一招之后 纷纷后退出去 这时叶寒抓住机会 一个漂亮的滑步来到猎鹰的身后 龙鳞笔顺势一挥 瞬间在他的背部 斩出一道身打两寸有余的猙獰伤口 受此伤害 使得猎鹰闷哼一声 住手 见到叶寒和成军准备再次杀来 猎鹰心头大惊 急忙亮出了他手中的引爆器 森冷地说道 我已经在屋子周围安置了炸弹 如果你们不想陪我一起死 最好放我一条生路 不然你们就得给我陪葬 闻言 叶寒和成军纷纷冷笑一声 没有顾忌 再次朝着猎鹰扑了过去 见此猎鹰的脸上闪过一道争鸣之色 这是你们逼我的 既然如此 大家就一起死吧 然而 猎鹰手中的引爆器暗下之后 却是没有他想象之中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传来 这一幕使得他心头大震 一股不好的预感浮上心头 不过就在这一刻 叶寒和成军两人 那可怕的攻击已经到了 成军一刀劈飞了猎鹰手中的宝剑 将他震得步步倒退 嗖的一声 叶寒的身体一闪 已经到了猎鹰的身后 随后叶寒手中的龙鳞笔一挥 刀速快如闪电奔雷般划过猎鹰的脖子 下一刻 猎鹰的脑袋和身体就分了家 一股血柱冲天而起 看着猎鹰的尸体 成军重重地冷哼一声 道 往国家栽培你这么多年 到最后竟然出卖国家机密 落地如此下场 你也不要怪我 说完 成军蹲下来 在猎鹰的身上搜查了一番 最后拿出了一个优盘后 才使得他狠狠地松了一口气 叶寒走过来问道 这里面就是国家机密 成军点点头 说道 这里面有着我国特勤人员潜伏名单 一旦泄露出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叶兄弟 今天如果没有你 这份文件我只怕是很难找回来了 今天的局面 如果没有叶寒的加入 那后果成军可以想象得到 一个猎鹰 一个中人 再加上一群下人 就凭他们这几个人 想要完成任务 根本就没有希望 成军知道 这次能够如此顺利地完成任务 完全是叶寒起了重大作用 成大哥 无需客气 接下来 我可是需要你们的帮助 叶寒笑了笑 这样说道 哈哈 没问题 叶兄弟 虎凤组长已经和我说了 我们会完全配合你 说完这话 成军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瓶子 里面装着某种药水 随后成军将这些药水 倒在猎鹰的身上 叶寒顿时发现 猎鹰的尸体 正在一点点的消融 做完这一切之后 叶寒和成军走出屋子 带上安全局的人离开了村庄 刚才和猎鹰打斗 已经引起周围几户人家的注意了 两个时辰之后 众人才回到了废弃工厂 随后成军安排山鸡出去 买了一些吃的回来 八个人围在一起喝着啤酒 吃着美味的烤串 来 叶兄弟 咱们喝一个 我叶猫为白天的事情向你道歉 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这时 叶猫拿起一个酒瓶子和叶寒碰了下 随后一口气将一瓶啤酒干了下去 叶猫大哥言重了 缘分既然让我们走到一起并肩作战 我们就是战友 是兄弟 叶寒也将一瓶啤酒干了下去 哈哈 好 叶兄弟 在我们七组除了组长和副队之外 我封马没服什么人 今天再多嫁你一个 希望以后我们还能一起继续作战 干 有了叶猫和风马两人开头 剩下的土狗 山鸡 老鼠 哪怕是黄鹰都找上了叶寒比拼酒量 经过今天的共同作战 他们对叶寒都非常服气 试问 有谁能在18岁做到如叶寒这样出色 像叶寒这样的天才 在他们安全局暂时还找不出来